感情还蛮真不错的 这小家伙一出来 你说他这个东撩撩西撩撩的 他对这个凯车还是非常的留恋 在他心目当中 他对凯车是非常的钟情 所以他一出来 他就和凯车在撩 旁边的小母狼迫不及待的 跑上去和他打闹了起来 这小家伙现在延然成了 厂子里面的黑马丸子 受到了母胀傲们的喜欢和追求 可是这小家伙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非常的挑剔 对他的这个择偶对象 也是非常挑剔 他看不上的母胀傲 说什么他都看不上 他要是看上了母胀傲 他可以死皮赖脸的去 缠着人家追着人家 你说这个家伙 他讨不讨厌 我是越看他越讨厌 气不打一处来 这家伙 你就不能花心一点吗 因为还有其他这个母胀傲要交配 你怎么不花心一点呢 他这个太专机了 让人头疼 这个家伙 好了别闹了 让大家也看看你的花心吧 让各位朋友看看你的花心 让人家知道 你这个小家伙是一个花心大萝卜 让人家好好的在这个评论期说两句 可以吗朋友们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我的评论期 给出你们的意见和看法 好吗朋友 好了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啊 呀 好